我先用220伏电源 220伏电源 然后加水 锅里面加水 加蒸馏水 加到超过这个水位器 超过这个浮球 水位浮球 然后打开电源 打开电源 等一会 我们来试试一下 试试逆均温度 130二度 你要不需要的话可以减 需要的话可以加 最高是134 我们普通用就是132度 完了按一下 时间设置 那么你可以 一般用30分钟 你不需要可以短一点 25分钟也行 可以上下减 往上是加 用30分钟 然后再按一下设置键 压力里面是1 1是密菌激素排气 如果是0 密菌激素就不排气了 我们设置为1 然后按设置键保存 就可以了 然后放内桶 这个内桶放进去 这个管道司机排气管的 另外一头固定在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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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盖子阻紧 然后把盖子阻紧 阻紧 阻紧以后 用配备的扳手 对脚紧 紧了这个 紧这个 紧了这个 紧这个 对脚紧 已经这么压下去 这样就可以启动了 按一下启动键就行了 当然是要高位才能加热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或者是 亚 Alleg